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五十八点 会员抢新看正片 每周六十二点 蒙探探探饭 会员专想蒙探家族趣味饭局 每周日十八点 探头探脑来探案第三季 会员专想探案日记 上微博 参与蒙探探案话题讨论 和蒙探家族一起沉浸推理 赏新浪新闻客户端 搜超级巨松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巧兵王者巧乐兹 一口甜蜜多滋味 大家好 我是全宇宙最可爱的冰箱人蒙巧 欢迎各位来到满江红的故事里 如果探员们顺利完成探案 将获得一枚金会章和两枚银会章 昨夜 有个叫张大的校用兵 在府上杀死了一位金庭礼仪官 偷走了那金人的密信 找不到密信 你们都得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三个人 蒙汉要一个人 杀惊人的一个人 偷信的一个人 别胡扯 鸡我们 他跟你讲什么了 我不算想 换吧 你还没整明白呢 紫涛 没有 就是你 红雷哥绝对有问题 你必须得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一字 救命 救命 绍兴十一年 岳飞正与金人奋战之时 宋高宗听信秦桧禅眼 以十二道金牌将岳飞召会 宋金合议期间岳飞被捕入狱 同年以莫须有罪名蒙难 岳家军有志之事暗中计划 为岳飞岳元帅证明 解证明 南宗朝岳飞江蒙难思念 金火石 与千灰一副回战 崽叹也 金火石存在一战 当大家 县明心 朝理始组 全会命 滥与主人差短 欲当大义 将冠日 被牙齿屈服 欺空运 卸舍乱 接江沙 天 犯人到 孙力 你这个走狗 祸乱朝政 你不得好死 孙力 你这个走狗 我只是一个 酒楼的做生意的讲柜 我凭本事吃饭 凭什么抓我 你们走开 孙力 你这个走狗 你抓我就算了 你连派尔都抓 大松要完了 你这个走狗 犯人到 走 宰相 我是孙力啊 前面这些岳家军 都是我设计抓的 为什么要把我也抓了 过河拆桥是吧 孙力啊 你也有今天啊 犯人到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姑母可是当朝黄贵妃啊 我现在身份都不管用了吗 哎呦 你这个倒霉孩子 哎 放开放开 我可是五贵妃想死吗 放开 她也被抓了 怎么的 我是五贵妃 你们这是算逼宫吗 秦桧 秦桧 喂 你可是当朝的宰相啊 干什么 你把我捆起来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放肆 我是西域国公主 你们才算来的话 西域大军是饶不了你们的 快说 怎么来这么多话 这么对西域公主 哎 三叔 三叔 你抓错了 哎 你俩缩手行不行 你 你们看不出来吗 我 我是宰相的内侄啊 你们 你们抓我干啥呀 你说这 三叔 三叔 哎呀 我就是一个路过的 我就吐了个樱桃糊了 哎 我冤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也被抓了 那我们都是被抓的人 但是他不应该抓我呀 我不是跟着我们三叔吗 他们抓我们来干什么呀 我来个人 我来一边 我们来看 花椒 哥哥 陪我们喝一口 喝好了就帮我们走吧 去去去 我一边去 你们这帮子混蛋 敢推倒你啊 我做完了生意 为什么不让我走 我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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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闭嘴 呀 你俩咋会说话了 秦大人少赐我们神药 方便我们替他办事 你俩咋会说话了 昨夜 有个叫张大的校用兵 在府上杀死了一位金庭礼仪官 连同金人身上的一封密信 也不翼而飞 据密探来报 张大真实的身份 是岳家军 但是 现在唯一知道线索的张大死了 死了 张大死了 那封密信还是没有下落 你们几个作业都在宰相府上 张大的余党也在你们当中 秦宰相宅心仁后 不会为难各位 只要你们说出密信的下落 宰相定会 丢年线通道 乘客人 乘客人 ver定 都会让人乘客人 那边 去把老舗 也在不时 我家农家 工作人员 温戏 跟快 按快 去 这边 刺激 用错 用错 停 带一下水 这些都是搜到与你们相关的证物 解释解释吧 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我的 我的刀 这应该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句毛应该是我的 这是我的 老规矩 一杯茶一句话 昨晚那金人出事的时候 你们都在宰仙虎上干什么 我先来 我这个呢 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贝 那金人他都想抢 我跟他争吵的时候 一下就蹭了 我这么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当着众目睽睽下杀人啊 武大人 你当时从屋子里出来时 配刀就不在了吧 什么时候拿回来的 这我哪知道呀 我就跟金人聊了一会儿天 然后我的刀就不见了 他是怎么死的 被捅死的 那被捅死了 那就是他那把 那不知道凶器是什么呀 凶器就是刀呀 你这一刀是不是你杀完人之后 就留在现场了 你忘了拿了 我这什么身份 我会啥呀 我都靠着我姑姑 我跟你们说一下 他绝对不敢杀人 你们两个是同党 我俩是亲戚 我这样包庇态是正常的 你呢 我们在金人房间里 发现了跟你荷包内一样的土 我其实没什么 我就是跟金人 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乡 这个香囊里面是土 就是我家乡的土 给他闻了闻 那介绍家乡 为什么带土去啊 你土里边藏东西了吧 你说话注意一点 我是公主 我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你什么时候去见了金人 又做了些什么 我那天呢 是第一个去的 然后金人就给我留了一封信 说特别欣赏我 就想拉我跳槽 姚潜 你的发簪 为什么会在金人房间 他想在我这动手动脚 我就拿这个 我就说你再敢过来 我就刺你 对 然后之后他就生气了 然后就把我赶走了 然后我簪子就掉那了 但你这个看起来很适合杀人 你就用这个杀了杀了 那你看我上面有血吗 没有吧 你又是去找金人做什么的 还带着这么一大罐茶也 八二年的 我跟你说呀 我是跟五大人一起去的 是是是 我呢只是想推销一下我的茶 这茶呀好茶 要不要一人来一罐呀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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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表演我们不行 我们 他们我们后边都带偏了 这种表演导演 我 前面写 人家前面突然现实主义来 到你那儿变成魔幻现实主义了 你记住 这些兄弟的人可能都很可疑 对 你们都可疑 你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我们在门口发现这些黑色羽毛 怎么还会质问我呢 我是奉大人之命 大人说金人没见过黑哥 所以我就拿着大人的黑哥去给金人见 别胡扯啊 你不会是那之后 潜入金人的房间 拿到那封信以后 用信鸽带走吧 冤枉啊 我去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把黑哥给他送进去的 但是我到门口之后 我发现里边有动静 有人在里边 我显然不太方便进去了 我心想明天再去 就这么回事 我可是听说了啊 五贵妃大半夜的时候去找了金人 你这是非常可疑的 我一个贵妃大半夜去找一个金人 对 我也 我明明是丢了东西嘛 我丢了东西 你丢了活了吧 杨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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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去的 你在 你在场 我听说的 听谁说的 你俩一伙的 你快告诉一下你的同谋啊 你这块令牌是怎么回事 我们发现这上面的墨迹 是金人特供的陈湘默 我是后面进去的 我再展示一下我自己的身份 金人非常欣赏我 我跟你说 这上面还有他给我的签名吗 你怎么有金人的银子 你收他的钱做什么 老实交代 我就是昨天晚上跟金人猜权行令 赢的 你得了吧 你堂堂大总管 你会缺钱吗 你还要去赌这么一点 我在门口的时候 我看着你被赶出来了 而且你身上根本就没有酒气 我走的时候 我一直赢钱 金人输鸡眼了 就把我赶走了 然后我出去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金人是活着的 我没看见 我没看 我就看见你了 那你就可以了 那个金人一直把我骂出来的 我真没看见你 我在门口确实偷听了一下 他可疑 对 这是你了 果然不出宰相所料 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清白 你们当中定有张大于党 你们也知道 宰相宅新人后 不会滥杀无辜 只要你们能够寻回密信 宰相不仅不会追究 说不定 还可保你们日后荣华富贵 我这里有块令牌 指此令牌者可全愿行走 暗访问话 相当于是府中的禁军正统领 可这令牌也不是这么好得的 你们要两两上来说出故事 其中有真有假 我们要考验你们是否有明辨真伪 和令人信服的能力 谁的能力最强 谁就能获得此牌 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做真假故事 请大家先暂时回到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随即选三组进行对决 每次上来两个人讲故事 一真一假 大家可以通过提问 猜测谁说的故事是真的 猜对的人加一分 每组上来的两个人中 得票多的也加一分 累计得分最多者可获得令牌 第一组娜姐和之胜 好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从小又有个习惯 我不会说谎 我也是 我没法玩这个游戏 我全是讲实话 啥整啊 这我全在眼睛里面 真诚的都在眼睛里面 谢谢 娜娜 我真的觉得你们俩 是天生的一对 你俩想看我的 来吧 那么我先说吧 不会大家讲一个 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差一点出演 《哈利波特4》 我还差一点出演木乃怡呢 这是真正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需要一个中国女生 那个剧里面好像叫做邱章 然后我的一个制片人朋友 她刚好认识就是选角的这个英国制片人 然后就介绍了我 然后我就觉得在开玩笑 我说不可能啊 突然有一天她说她到中国了 想见我一面 因为她看了我的一些资料 她觉得特别的那个有活力 而且她知道我学过武术 然后 大概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2003年左右 然后就说选中午了 需要去那个培训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这是真正的事情 我身边的朋友就知道 在哪培训啊 去英国 在英国 是用英文演还是中文演 英文呢 她觉得我所有的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唯有就是要加强英文 然后需要在那边生活一年的时间 加强 你会吗 是 应该是假的冲这句英文 姐姐 你那试戏片段你试过吗 她给没给你试戏片段的那个 试戏 有试戏 试镜头吗 就是用英文去试她那个台词 然后发过去的那个试戏 她不是发过 她是见的我的面 然后我有在她面前 你是谁见的你啊 就是那个 就是她们的选角导演叫Charlie Charlie Charlie 英文名字Charlie Charlie和谁啊 Charlie和他的朋友们 Charlie和他的朋友们 哈哈哈 当时我打了一个拳 因为我以前在少林寺学过大概两个月吧 你现在打一遍我看看吧 就当时我试戏的五步拳是吧 对啊 这是军统拳 这是 这个是五步拳 是 对的 还来了一个那个风火轮 好玩 后来我没有大事宣扬 是因为人家一个国际电影 然后私底下找过我 但是我又没拍 最后就是上映了那么火 然后我说本来是我演 就会被说吧 我就没讲 这个情节 这个感觉是真实的 但有一点 我就开始有点怀疑 因为如果他没有给你要你 audition 然后找一个特别靠谱的演员 和你一起演这段戏 他很难做这个判断和决定 对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 不愧多年的主持功力啊 还得是你 真的 那是我一个 深埋很久的一个 自己心里面觉得很 很 很 很过于不去 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我没有觉得过于不去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主持 对对对 我选择留在这边 我最主要是要去一年两年 我不确定 未来是怎么样的 你心大姐的吗 有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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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上真的 我想了想 那个时候我主持刚刚开始 如果我去的话 我可能就会去走演员这条路 可是你做主持人以前 你是演员呀 对所以我选择了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 当时是喜欢主持的 对 嗯 好了 我这个其实跟大姐很像 就是我参与了 嗯 卡梅隆艾斯特那一套 哎呀 活着就掉了 是不是有点 相似 你是个比我那个 查理的那个朋友 还要让我 这真软 我真的就是 曾经接受过 詹姆斯卡梅隆的邀约去演员 真的吗 因为当时是我们有一个节目 然后当时想请 嗯 卡梅隆 卡梅隆艾斯特那一套 要说卡 卡梅隆和他的朋友吗 卡梅隆和他的朋友艾斯特那一套 卡梅隆和他的朋友艾斯特那一套 我真服了 想请他来 然后他没来 然后他就录了 给我们录了一个视频 说那个 说那个 徐志次 他还问工作人员 我说的对吗 真的 真的 大概就这个意思呢 就说阿凡达马上要上了 说希望我能参与到 那个阿凡达工作里边 当时他批出来我和广志 我俩那个阿凡达的角色 就全是一次来的 那演什么呢 演 阿凡达假呀 我真假的 就你这性格 你不满那街去说呀 我就要查 你怎么今天才说呀 不是 我说过 你啥都说过 你发过微博吗 发过微博吗 朋友圈你发过吗 我怎么看见 你们如果看 我还去那个阿凡达水之道的首映里 我还有抄个孙力 他们都去了 我没去 我知道孙力老师 然后我们当时还直播了 直播连线 当时是我先跟广志在一块 然后网友还发评论说 你俩赶紧下去想看邓昌孙力 我都历历在目 就只是个邀约是吧 对 就只是一个邀约 让你去玩玩是吧 对 让我去感受一下 很真诚 真的有这么一件事 对 好 大家准备投票 觉得娜姐的故事是真的 请举手 三 二 一 三票 那剩下都认为卡梅隆是真的 没有 因为我觉得零几年那个时候 发生的事情 对 能讲的 就虽然世袭片段的事情 都说不明白 但是全是真的吧 对 全是真的 黄紫涛 你会在下一集的哈利波特里面出现 我介绍我的朋友 查理跟你认识 没事 但黄紫涛你出过拉法拿三的邀约 就是反正我不知道 就是 娜姐可能用了一种 就是比较反常的方式去介绍 让别人觉得她 她说的是假话吧 我是这么想的 我不要相信她 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真相 涛涛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你过于真实 因为我是干这个 过于真实了 你太想让大家觉得你是真的 好像确实有这个新闻 黄紫涛 两集了 一点涨也没有 兄蕾 你还继续不信我吗 我是干这行的 而且我们跟那个英国 还有美国的导演 还有俄罗斯导演 我们都合作 不是这个成绩 其实娜娜说的那些前因后果都特对 但就有一个位置就是 没有选择这件事情 就是非常神奇 没可能的 什么选择 露馅了 你只会有 不是 什么选择 什么选择 你再说姐姐 我不想选你了 姐姐 你别说了 他们不管你是谁 统统要选择 你多大的演员都要 是吗 对 全都要 你选我相信 结束我就会跟Charlie打电话 我感觉我又被玩了 故事是假的人 往前站出来 准备 你这也太假了吧 你这个 三 二 一 出去 你看你们这 哎呀 这假的呢 你们 其实我觉得是假的 但是我真的有个朋友 叫Charlie 我是真的 书书书 和 我说得对吗 我听到你能够 是最完美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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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剩下的五个人答对 各计一分 第二组 孙谦和娜扎吧 你先讲吧 我先讲 怎么说呢 这是其实吧 是一件比较隐私的事情 之前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她就是 因为我的那个 我感情上的事情 就是 就是被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说是恋爱脑 你说你是恋爱脑 说我是恋爱脑 就丽燕姐说我是恋爱脑 其实就是因为我 总跟她讲一些我的心事 我为那个男孩呢 放弃了很多吧 就我当时本来是要 我本来是要出国读书的 然后因为想要跟她在一起吧 因为我是白杨做的 就是比较热情 比较对感情就是付出 非常不计后果的那种 就留下来了 想要跟她一直在一起 真是太棒了 下一个 真的 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就不怕放在台面上说 几岁的时候 在我21岁左右 好 纳扎吧 来 纳扎 来 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就特别 就是我有点暗恋一个男生 就是大概是诗歌这种吧 但是呢 彼此都不认识 后来我就不知道从哪里 就得知一个消息 就是说 如果你喜欢这个人 想要就是让他好像也喜欢你的话 或认识的话 你就是可以在一个本本子上 就一直写他的名字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想认识他 然后就当天 就是写了大概有几页的他的名字吧 而写完之后 我那天就是在晚子洗那个阶段 他就真的突然从后面这样拍我 以前我一转过去 就他本人 然后直接就给我表白了 想真的 然后他说可以聊一下吗 我刚刚失误了 我跟你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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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是吧 听你的 他俩都挺假的 我还想到了一个细节 我爱的那个男孩子还管我借钱 我也借了 借给了他 借了他很多钱 那个男生我也给他借过钱 他就借我一块 你俩是一个男生 主要是他就借我一块钱 他每天都是 就是你有五毛吗 一块吗 就这样 来吧 觉得孙芊是假的 请举手 反正我觉得他们俩 主要肯定孙芊稍微假一点 假的 请举手 就因为我看起来假 等会的 就因为我看起来假 所以我说的是真的 大家逻辑动起来 脑子动起来 跟着我 看看 只有我信任你 兄弟 看看 你对了 加五分 许志生 你相信我 我肯定说的是真的 嗯 因为我觉得 纳扎有一句话打动了 都说五毛一块 对 五毛一块特别是 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小时候见过这样的人 对 五毛一块的 我聊聊孙芊为她是真的 是 因为她前面做了很多铺垫 有那些 她就是一个人 只有讲真实的时候 前面她需要那么多碎的东西 她需要给自己一个心里 她是个很好的演员 你不要用我 表演就是这样的 我想哭的时候 我就会幽默 我演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一想哭的时候 我真喜欢笑 故事是假的人 往前站出来 三 二 一 你不站 好 这题是除了致胜都答对了 我们选一个男儿 大家有事情才反白什么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你不是这一期是聪明的吗 你什么时候能聪明 那个兄弟 你要不就不投我 要不就杀我 待会儿要解释一下 我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我那个剧情 就没看我们 你出去吧 你离我远点 你别讲了 所以那扎那个是真的 你也有过吗 她也有过 她跟我一样的经历 我一个女朋友 真的这么干过 真的有用 有 徐志胜 以后我就写你的名字 徐志胜 我去找大哥了 至少别找大哥 她就带不住了 不行 下一组 哥哥和黄哥 那孙洪雷是假的 我们先投票吧 投票吧 孙洪雷是假的 孙洪雷是假的 我投孙洪雷是假的 我这么假 你们待会儿 待会儿洪雷哥讲故事 你们就注意观察他 他如果眼皮下边使劲跳的话 对吗 假的 就假的 他眼神不如跳 你仔细观察他 我这么多年 我太了解他了 那我先说了 好 注意观察 微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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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 那一年我记不住了 反正我当年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 拍了一部算是带有音乐剧元素的 就是早期布莱西特的一部作品 叫三毛钱歌剧 是讲一帮乞丐帮的故事 然后我在里边演一个警察 然后我们就去香港青年会 那有个剧场 我们在那演出 我们那时候小也没见过 就去香港然后大街上买东西 总之大家都很累 因为当天晚上演出 有一个演员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你们谁演过舞台剧的 那是票都卖出去的 那能演过 演过 演过 演过舞台剧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对 就是这个人不在了 然后导演临时换人物 就简断结束 大家听听真假的话 换人临时调词 第一个人物 而且他是第一个出场的人物 演一个乞丐 然后呢我真的太累了 我在台上睡着了 我就坐在桌上拿了个警棍 我就睡着了 睡着了 皮球母就跟我说话 我忘了台词具体是什么 总之是他发现我睡着了 说警官 这时候台底就稍微有一点乱了 导演说赶紧赶紧给他弄醒 他最后拿我的警棍 砍一敲桌子 我砍一下就醒了 我就看着他 我就知道完了 我肯定出错了 大概不到一分钟 我就觉得漫长到无边 后来词续成 当时就是真的 汗一下就出透了浑身 我讲完了 这个挺真的 我有类似的这个 睡着我是经历过的 这个很真的 真的 那黄曹是假的 黄曹你不用说了 假的 娜姐你的观点这么容易动摇吗 不是她确实 这黄曹刚才我观察他 太真了 他眼皮下边都没跳 跳了 我眼皮不跳不死了吗 下边跳 他有跳 确实有跳 但是讲得像真的 他讲得很真 你刚才其实有一个地方有点漏洞 就是你说有一个演员找不着了 完了之后 是你去顶了那个演员吗 我觉得这个漏洞非常大 如果说你换演员 你应该不是换角色 可是你说换台词 我非常怀疑 就是那天的状况 我们第一个出场的 就演一个小偷的一个 这个演员叫什么我不能说 他就没来 你知道吗 第三变灵都打完了 这个有可能 但是换台词我都不相信 他就让其他人 你把那个头说了是吧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我有一年差一点没有赶上那个话剧 因为就是流量控制 当时就是说如果观众不愿意 再继续等个两个小时的话 他们已经再重新调整人 来演我那个角色 你必须救急的 必须 所以这么紧迫的时候 你还睡着了 累的 你知道那个时代能去香港购物 有多兴奋吗 有一部分很真 才有一部分肯定是真的 有一部分很真 我怀疑这个事是真的 但可能不是红雷哥身上的 来吧 涛儿 别紧张啊 是这样 我在一个最北极最北极北边的一个很高峰的一个山上 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居住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跟二十多条狗 雪橇狗 然后那二十多只雪橇狗里面呢 有一只是非常神奇的 他可以判断出这个人 善良还是不善良 他会直接奔向你 并且亲吻你的嘴 然后我那个时候不信 然后我就见了那二十多只狗 然后其中真的有一只狗 他就跑过来了 他跑过来了以后 我刚刚蹲起来 他就亲了我一下 他怎么亲的 他这样嘴巴这样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在这蹲着 然后他就过来 这样翘脚亲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懵了 我就打了一套拳 你就打了一套拳 你打的是五步拳吗 我被 不是 我前面都很信 你打了一套拳 我被狗亲了 那你打的是个什么拳呢 我就是这样 你现场演一下 就这样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叫打拳 这个叫打拳 你对拳术的理解 天长有点大 那你为什么要打拳呢 我真的因为太臭了 说实话 臭所以打拳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他是身上臭 还是口气臭 他全身都臭 包括嘴也臭 那这个就不对 因为在那么冷的地方 他有多臭 根本闻不到 他身上 但他嘴有可能 我非常尊重你 真的 狗在拉 不管在冰天雪地的地方 他拉很累的 因为他们常年拉雪橇 他们没办法洗澡 他们一直拉 一直拉 身上就是一直揹一直揹 不是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凭我对涛哥的理解 我非常真实 对 肯定这样 他的智商是编不出来这么个 别拿出来 他能编出来 他能编出来 你小看他了 好 我们来确定 好了 我们来确定 觉得红雷哥是真的 请举手 他那个事儿可能跟他 他碰到过他 三 二 一 中三 我赢 没有 我觉得 王旭你们俩举手 我就够了 因为别人没演过舞台 谁说 演过三十场不算吗 他太算了 三十场算 三十 他们俩都有漏洞 但是我更愿意先训 皇子他最后那个洞洞 就很真那个位置 其他我都相信你 你说那狗很久没有见过 如此善良的人 这句话 我就对此表示了疑问 我不能加点夸张的程度吗 而且你还特别喜欢狗 那个狗亲了你 你一定不会嫌弃 你是爱总 他真的很臭 你们不懂 我偏偏是因为这句话 相信了他 我不相信一个人说假话 会有脸说成这种话 我宁愿相信我出演了 哈里波特 卡梅隆 哈里波特上了 我加一点点夸张的东西 上来我就是加 你演技这么好 我介绍给我的朋友Charlie 故事是真的人 请初恋 真的那个人 三 三 二 一 真正的 真的 那狗真的臭 哥哥 还得受信你吗 我跟你讲他动作是真的 就是他说臭 然后他说这样打拳 这个我信了 真的是不是一个综艺是不是 我看过那个节目 很激动他们见到的人 可能好久没有人这么陪他们玩 干什么 就事实证明我不能支持娜姐 绝对不能支持 不是 不但不支持我 还把大家给带偏了 我从此以后 我跟你是一起的 行 这边就绝对不会伤害了 你还行 我肯定不会伤害了 你伤害了我多少次 三七都已经伤害了三次了 我刚才我真的被他那个小眼神 那个真诚的打度我 哪里 他就这两边在抖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你现在分析 我就是被你带 我是被你带骗的 我被你带骗了 你以为我了解他的样子 你投票了哥哥 你快转下把眼睛丢来的 恭喜静姐最高分拿到另牌 厉害 看我察言官这么好 今天这么厉害 带着声音来的吗 今天我眼睛差了血亮了跟你说 点眼药水了 我今天跟着你混 你更可以 看大家挑战得还不错 宰相大人请你们吃巧乐滋 不过 还是要接受一个小挑战 来吧 大家猜一下 哪个里面有巧乐滋 这个我就听大哥的 这个 要不要听娜姐的 我听大哥的 听子涛的 这个 中劲的 怎么弄 不能打呀 说你就聪明 你就聪明一会儿 哎呀啊 哎呀啊 那你喝了吧 现在哪还有 喝了吧 我说实话 我刚开始并没有需要决定我要选择 是他们怂恿我的 来我陪你一个 干了 不是醋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是迷你版的 恭喜孙千答对了 可以品尝美味的巧乐滋了 这是炫米茶 布朗尼口味的 我吃这个 这个给你 这是香草草莓的 香甜浓郁 你肯定喜欢 放嘴里你就能美好一天 终于答对了 紧张死我了 小小的一只好可爱 指使令牌 你们可以全院行走暗访问话 不得让任何人知道你们在找什么 昨夜 金人李一贯喝了酒 君州府送了三个舞鸡 给金人唱了曲 只有那05的晚上进了金人的客房 并留到了最后 你们先去那客房看看 也许会有线索 拿着密信回来 宰相可饶你们不死 献你们一个时辰内查明此事 退去吧 请宰相放心 我们一定会自证清白的 好 好 走 一报官 忘恩是眼灵成相 二报官 南京国内保的心网 三报官 收点后贵上架 四报官 央找透感的装量 起来胸岸重力不可擅闯 我们用令牌 请大人输罪 哎呀 这令牌太管用了 还是这个好使啊 这不就是金人的房间吗 这个看 我的天呀 这个雪鸡的面积太大了 肯定是出雪过多 哎呦 这哪还有沙字呢 这个字啊 沙了 这有酒 蒙汗药 这有个蒙汗药 洪雷哥这是你拿的酒吧 我就是昨天晚上跟金人 猜权行李 嗯 嗯 对 这啥 这有沙子 这什么呢 这茶 我呢 只是想推销一下我的茶 这个字啊 什么 呦 迷魂香 这个迷魂香上面有个黄 那就是黄式的 黄式 这都是重要的 重要物证啊 哎 这个地方还可以 鸟 羽毛 好 不得不说这个一点 迅哥你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你说你没进屋 是 我是没进屋 咱鸟子毛进来了 不是 是这样的 我就在外边这么等着 完了鸟子它自己飞了 它往里飞 它飞了 然后飞进来了 我心想 那我就别管了呗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 哎呦 这下面有脚印啊 这是从这儿逃出去的吗 杀完的人从这儿逃出去了 哎 你看这个逃出来的 这个脚印有点太明显了吧 其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有人先拿迷香 把金人迷倒了 然后 五一船 五一船拿刀把人杀了 拿刀 杀完之后 对 我觉得是 是这样 这个脚印就是你的脚印 是 各位大人 怎么了 这里是案发之地 不能久留 不如你们自行携带 怀疑的物品 去隔壁房间聊一聊 各位 拿着大家的发现 去隔壁房间聊一聊 这些都挺可疑的 我们现在把发现的这个线索 大家来分别讲一讲 泻碰 因为你是得金人送茶去的 对 你们注意观察这茶杯 杯身上有什么 蒙汗药 金人是喝了这杯茶 可能睡过去的 为什么我要去找金人呢 因为原本他们不是要开一个 这样的那个宴会吗 宴会 就是姚琴和千斑红 他们会参加这个宴会 我其实有一点担心他们的安全 因为我跟他们是很好的闺蜜 然后我就跟吴玉成大人说 我说我愿意过去 后来我听到了一些生气的声音 就是我们在那给他表演的时候 他就生气了 然后我镯子就一下磕碎了 在争吵的过程当中 然后一起就是威胁他 我说你别过来 然后之后我们俩就跑了 我当时确实想要救他们出来 所以我在茶里面呢 放了蒙汗药 我是想假装给他喝点茶 然后让他可以睡过去 然后把他们救出来 但是他并没有喝我的蒙汗药睡过去 那酒坛子下面也是有蒙汗药的呀 对 但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觉得酒坛子呢 孙李是你拿着酒坛子 去跟金人喝酒 完了去赌钱 对 这之前都说过 然后你到那儿 本来你是要把蒙汗药 是不是要下到这个酒里边 你本来是要拿这个去蒙汗药 下到酒里边 没有问题是 我走的时候他人活着 活蹦乱跳的 我是这么判断的啊 因为那个地方 同时出现了这两个东西 好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证据来推呢 我觉得孙李是有一定的嫌疑 然后呢还有谢胖 那这个迷魂箱呢 迷魂箱我发现是那个黄式的 对 上面有一个黄字 这个真的是只有你们黄式的 才可能有 我觉得黄式的人 得讲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可不可以被偷 我们这样的人一个都拿不到 可不可以被偷 怎么会被拿呢 你黄秦国弃的东西 我会把这个东西 全部揣在身上吗 我说我发现的现实 我首先一个疑点 因为上一轮的 屋里发现了黑鸽子的羽毛 对 那就说明那个鸽子 肯定是进屋了 是 进屋了那你到底进不进屋了 我是没进去 那你鸽子进去了 你都不想把鸽子弄出来吗 本来就是送给金人的 鸽子都进去了 那就让他在里面玩 你来了个礼道人不到 我本来想着 等着里边出来之后 我再进去 里边一直在有人 我这有一个就是这个棒签 这个是在进门右边的门口 谁吃的 我确实吃了 那你就进过门 我没进去 那怎么会在里面 我不知道 他又给扔进去了 在外面吃完 我是在厨房吃的 薛哥真的有点过分 我是在厨房吃的 哥哥 你得扔你 你先听我 雪糕你吃完了 你也扔你 你们听我 听我吧 听我把前一后果讲清楚 我拿着黑格 我在门口等着 我在那等着我也无聊 完了我就到厨房 我找着巧的字 我吃了 吃完之后 里边还有动静 我就把锅扔了 我就走了 我这座屋子里怎么 还有一根吃剩的这个棒签 原来是你吃的 是 但是这个签 它真不是我扔到那屋里的 我就吃了一根那个红牛乔乔 我吃完我就扔厨房了 你吃的还是十六味的 我听说这个新品上市之后 深受百姓追捧 我至今都没有尝过 是什么滋味呢 所以要讲到这个口感 酸甜同意 我这是真品 我早知道 就和你一起品尝了 下次有洪流小巧 一定要教教我 对 我难怪 你把那根味收成了 他喜欢那日 那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呢 就是有动静 什么动静 就当有点发脾气 发脾气 那可能就是在我那块 你听见有几个发脾气 你发脾气 还有 我们俩一起进去的时候 看到金人正在发脾气 对 我记起来了 我们在跳舞 对我们俩动手动脚的时候 然后之后我们发现 她身上有伤 并且她很生气 发现她身上有伤 对 她身上有很明显的伤 我觉得我的时间线 应该是在娜姐之前的 因为你们进去的时候 她不是在发脾气吗 对 她就留了一封信给我 她说要拉我入伙 我那天是第一个去的 然后金人就给我留了一封信 说特别欣赏我 就想拉我跳槽 我就说我一定不会去金人那边 然后她生气了 她生气她辱骂我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把她打了一顿 我就走了 都生气了感情 金人这一晚上就生气 金人这一晚上没干别的 所以没有被蒙寒药蒙 光生气了今天 就生气 她被我打了她生气 很合理 这一晚上闷气 咱现在盘下盘的时间 咱应该是第一步 我应该是第一个 挑战之后是你俩对吧 然后我俩就去了 我们就去了 我正好去的时候 正巧碰到孙丽被赶出来了 然后你看到了她 然后我没有看到她 我看到了酒壶和几个酒杯 但是我没有看到鸽子 那孙丽有看到鸽子吗 没有 她没看到鸽子 比如说迅哥的时间线是不对的 那迅哥有谎言 下一个你不确定是在黄紫涛前还是黄紫涛后 首先我那天我去是来了 来了以后我敲了门了 因为我怀疑她透露我的东西 我没有进去的 我就隔着墙壁跟她讲话的 她说她睡了 然后让我明天再来 然后她回复你了 对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黄紫涛你再进去 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应该是 就是已经快不行了 就黄氏的这个迷魂箱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如果我是最后一个去的话 她还没有死 那就代表一定是最后黄氏的人 知道这个时间她才进入这个房间 最后找人把她给刺死了 有一个人的故事线 一定是掺杂了一些谎言在里面的 我觉得 尤其是黄青国气的 我告诉你 现在肯定不是一个人有谎言 肯定很多人都有谎言 我稍微刚才理了一个线索 就是四样东西 那四样东西分别是属于四个人的 一个怀疑的肯定是由我 因为我拿的那个茶里面有迷魂药 对 还有另外一个怀疑的是孙丽 因为她酒下面有迷魂药 还有一个怀疑的是皇家的 吴贵妃 吴依纯 吴依纯也是脱不开干系 按那个那么多血的情况下 我感觉不太可能这个簪子去 就是刀 应该是刀 肯定是刀 那那个刀就肯定指向了吴依纯 就是床的那个地方有很多血迹 那个脚印只有从那个窗子进来 只有这一溜脚印的是一个人 她只做了这件事情就是 可能是杀这个金人或者是干什么 然后第二个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 她已经喝了蒙汉药了 所以给蒙汉药的人一定是另外一个人 今天说找不是找密信吗 信丢了 那就证明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蒙汉药一个人 杀 杀金人的一个人 偷信的 偷信的一个人 三个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三个人 大人 饶命 大人 这什么声啊 是不是这里还有人 一切都与我的无关啊大人 我们去看一下吧 啊 啊 终于青竹 中国美 converting 摂盘 scene 很不错 再 jejpelled ead shirts Tippie 演员 他没闲 大人 冯敏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大人 大人 放过我们吧 一切都与我们无关啊 大人 这怎么了 一人抓了五女 这什么意思这是 今天你犯了我们吧 继续跳 继续跟老子跳 敢害我们金朝的耻官 你们都该死 大人 你犯过五女吧 她跟这事没关系啊 你心心好 给我们条火路吧 我一条去 令牌 我问你们宋朝的令牌 管得了金国吗 还是说你们宋人管得了我们金人 我们现在正在管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娘娘 我借您尊贵的身份引用 这位 当朝皇贵妃 而我 就是皇贵妃的内侄 当朝宰相秦桧的管家 更是皇帝遇刺免死金牌的拥有者 自己 自己头看看 哦 如果今天行个方面 我可以让你去进京面圣 帮你调查 金人死亡一次 我给你们说句实话吧 线索呢 我这儿有 不过呢 在我们大人死后啊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这些宋人了 不过我这个人呢 最敬佩那些物理豪杰 如果你们能在这儿证明自己的话 我也不惜破例一次 请问你们大宋可是离乐之狂 不如你们就在此舞上一曲 谁舞得最好 我就把这个线索给谁 如何 可感应的 我先来 好 我们这边都可以跳舞的 好 来吧 上台吧 好 好 终于 太棒了 太棒了 不错 风姿绰越 风姿绰越 咬野生思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游戏下一位 干嘛 什么 你看红莉莓这种 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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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什么 要刺杀我吗 小 小心机 来 下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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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跳得真棒 好了 各位赚到台前来 我们刚才几位美女 跳得非常好 你可以给我们线索了吗 那果真是风姿错月 摇曳生姿 我还是最喜欢紫色衣服的 跳得很棒 最终于你 这个线索就是你的了 来 上前来 线索是你的 咱借一步说话 好 本来呢 你们是有三个线索 不过岳家军 已经提前完成了隐藏任务 现在你们只有两个了 好 你听好了 凶暗发生之时呢 我是最快到达的凶暗现场 我知道了 当时呢 我们家大人是死在床上的 丝毫没有一点挣扎的迹象 但是那胸口有一种死伤 但是没有在现场找到凶器 然后呢 蒙汉要是又是消灯 最多把他混入其中的食人温水 他更是这 OK 好了 好了 就这么多 他跟你讲什么了 他说的什么 我不分享 不分享 为什么我不分享 我要保留这两个线索 好 至于他呢 我就送给你们了 行了 如果还有事就先走了 好 谢谢 妹妹 谢谢 小女子别嫌告退了 谢谢 你好好回家休息休息 不要害怕 有我们在 谢谢 看来你们也不过如此 秦桧大人给你们的时辰已到 你们还是一无所获 来人 把他们一样走 交给秦桧大人处置 干啥呀 要见我三叔了 什么 真的我姑姑 不是先等了一下 没说清楚呢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押上 快 快走 快点 快 南松朝 岳飞将 梦那思念 经过时 岳千会 一幕回弹 回弹也 经过时 混乱一战 带进来 走 走 你们这群废物 持令牌者尤其无能 宰相大人仁慈 决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你们要重新进行一个考验 在考验中观察彼此表现 重新选出一个令人信得过的人 持令牌 倘若有人从中作乱 就得接受棍形惩罚 你刚刚说那人是我吗 是 要重新选个人 接下来有一个新的考验 叫移花接木 你们十位玩家 分成五队 两两组队 大家先行组队 然后我再跟大家详细说明规则 这可以接夹了吗 可以 给子尔吧 给子尔 还抢活你 那我姑姑 那我姑姑 两两组队 大家哪两为一组 咱俩一队 行 为什么你老揪着他呢 那你跟他一队 那咱俩一队 那咱俩一队 你跟这 寻个有缘人 许子善我跟你一队 好 来个有缘人 那咱俩一队 行 咱俩一队 咱俩一队 行 咱俩一队 对 这就看谁先跟谁队上演 那我跟同类哥 咱俩一队 你跟谁 我的邀请 我说一下规则 在你们面前有五个箱子 里面分别有不同且随机的资金 每一组上去选择一个箱子 箱子里的资金 由每组两人自由分配 分配好之后 每个人把金额写在自己的箱子里 写完以后呢 写完后我们在谈判桌上 进行两轮的换箱子交易 每人只拥有一次选择 主动交换箱子的机会 每组一共有 且只有一次拒绝交易的机会 两轮结束之后 金额相加最多的组 获得第一名 第一名就可以获得宰相给的令牌 最大的多少钱呢 最大一万 一万 这压力好大 就是比如说咱俩现在分好了 你要用最少的钱 去换他们最多的钱 就比如说咱拿到一万 那咱就肯定是 就不给他们换嘛 咱就拒绝嘛 然后比如咱拿到五百 咱尽可能的去分析成 拿到一万 然后找他们换 我们现在开始选箱子 哪一组先上来选 顺着来呗 弘敌哥他们先选 好 我们先选 大辰 来 击个掌 走了 厉害 所有的财运全部被刚刚那一掌击破 完蛋 弘敌哥 你听我的 靠我这边这个是最大的 是吧 你知道我的运气 你的运气一向不好 真的 这二选一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乔勒兹台子后面那一个 那你懂节目呀 顺眼 这一说确实有点道理 但是 我总觉得这两个 不太嫌疑 总觉得这两个 那我们就这个 行 就他了 就他了 你看你说我运气不好 还是听了我的 快快来 快来看看 看看 我们表情淡定 哎呀 这是失望 那可露露脸上看到了失望 有点失望 那种自然反应的失望 可能在演 我们 就乔勒兹台子 就乔勒兹台子 那他们拿的是乔勒兹台子后面的 看一下 看他俩表情 那肯定是那什么呀 你选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是吧 嗯 好 我们选这个 有他俩 来 给你们看一眼 就当最多 是这个的 你有时候还不得不相信金主仪的吗 对 找不到线索的时候你找乔勒兹 对 你不知道拿多少钱的时候你找乔勒兹 对 你不知道拿多少钱的时候你找乔勒兹 但那后面一定大有收获 对 因为乔勒兹 这好吃 让你心里美滋滋 美滋滋 选这东西的位置很玄妙 没事一会就过来 你还是得相信金主 现在手里有的都是纸 不得不相信金主 先把娜姐那一团先拿过来 我这里是零 不可 零应该是这两个 对 他俩刚才我们都没看表情 我看了 表情怎么说呢 不背不喜 不背不看 微如脚蜡只能说如坐针掌 就怎么说了 妻子可惜 十字无畏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你们商量怎么分配金额 除外看上我们这个东西比较大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给我们最小的去拨他们打 我们都赌一把 这样 我们这三百零天一切起 任何事情 水满河亿 对吧 水碳少也不行 对 这个需要在水拿 我们两个要签 嗯 我们选一个 不犹豫 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 就是要感觉 谁手里拿到了金额 是比我们大量的一位 多到的 就是多到的 亏掉还亏掉也无所谓 我跟你说 现在商量的越多了 金额越好 嗯 嗯 这俩都没有商量 那我们就你一万吧 你俩没什么钱都没商量 不要先拿一万 对 是不是他生太大了 那最最发的商量 现在的目标不是说咱去找谁来换 因为来换了钱 可能的钱 对 我们去换谁 换谁 谁 谁最纠结 你让那张有点纠结一下 好好看 好的 讨论时间结束 他可能会找我 之后我就拒绝掉他 我有钱 找我 拒绝了你 娜姐 别逃避我 拒绝了你 就啥好商量 就那么点钱 你是一点钱 我们是金主后面的钱 金主后面的钱 我们是普通的盒子吗 金主后面的盒子 你们里边可能是个数字 我们这里边是真钱 来吧 咱们开始吧 我们是自己选对手 还是怎么说 你们谁来抽一下 第一轮抽到的队伍先出战 随后按座位顺序出战 抽一下 我抽到我自己是什么意思 那你们组先派一个人来出战吧 你们俩谁上 决定一个 赢了就去吧 赢了就去吧 来 石头剪刀布 我给你去 赢了 我给你撤了 甚至他俩起来一次瓶子 怕他们会找你 迅哥 请你挑选出 任意一两队的人进行交换 随便挑 随便挑 我在看他们 他俩有钱 我刚才看了 没少写名 他俩也有钱 我红利哥刚才写了三个零吗 三个零 你五百块钱 你得有他 你欠一下三个零 三个零是五百块钱 可太聪明了 这个大傻队伍你是拖不开了 那个姚琴来吧 那我可以拒绝吗 你现在拒绝干什么呢 上来吧别怕他 去吧去吧 那个啊 红利哥 上来吧 红利哥 嗯 说个实话吧 嗯 你这里边有没有钱 来看着我的眼睛 当然有了 你看着我眼睛行吗 不能让眼睛 我眼睛小 看不见 哎呀眼皮抖了 哈哈哈哈 真的红利哥 看我眼睛 我就问一下 这里边有钱吗 啊 这里边是五千吧 有很多钱 呦 好震度 这里边有钱吧 嗯 你里边应该是 三千 哎 差不多 别看我啊 我觉得被你看得不自信了 哎呀 你知道我现在 哥你就相信我拿红利哥的就好了 哈哈 对了吗 对了吗 红雷哥 你对箱子还满意吗 嗯 嗯 还行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哥哥不会是舞台剧睡着的人呀 他的眼睛是最好 我相信那故事是真的了 对 对 来吧 下一位老师 静姐队出一个人吧 啊 去去去去 出出中出中 呃 不是 红雷哥 哎呀红雷哥 红雷哥又上了 哈哈哈哈 哎呀有钱呢 哈哈 红雷哥一看就没有钱了 瞬天吧 你这哎 你可真聪明啊 哈哈哈哈 我也无所谓反正 啊 哥刚刚挣不少吧 啊 哥刚挣了不少 我刚才啊 你刚才应该是一百以内 是不是 一百以内 哪没有一百这数字 这孩子是没见过什么四面子 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刚才 用一百以内换了一个大钱 这孩子真是钱反数 你这里有钱吗 哈哈哈哈 我这里啊 没有 哎呀哥哥把他逐出傻没吗 太傻了 有超过三千吗 多少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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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这大概是 有八千吧 哎呀 红雷哥这有超过三千吗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哎 红雷哥这个这个表演好 有有有有 你再问我一遍吧 我跟他换 可以吗 可以啊 你们可以把箱子打开 看看里面的金额 你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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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表情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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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组来吧 那我上 我上 我哪儿 上的都没钱 嗯 邀请 纳达 表情淡定的 要不让我们家没钱 嗯 保险一点 就保险了 来吧 纳达你可以拒绝的啊 哦 你抽到 你没抽到是最大的钱吗 不是 你没抽到是最大的钱吗 不是 那你手里是你们俩人 最更多的那个钱吗 不是 你抽到是更多的钱吗 不是 我觉得我们差不多 跟我们差不多 差不多 也一万多 真假的 你别做那些小动作 紧张的小动作 然后你现在 你想换到的一个心理价位是多少 还有还能我选呢 你说嘛 那肯定越多越好了 你说一个 五千 你说一个心理价位 五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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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了 换 我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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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拒绝 行 拒绝了算了 孙谦 你们组不能有拒绝的机会了 孙谦 你们组不能有拒绝的机会了 洪雷哥 你们组上吧 又哥哥 我去 我去啊 嗯 我选一个啊 嗯 我选两呗 哎呀 哈哈 不是你别看黄子涛 他像有钱也能花光的人 我觉得是孙谦 孙谦 好 这下穷人没钱 你真的 哈哈哈哈 他们就是五百那一个 你知道吗 那那 他俩刚才去战 为什么这事来 他制作的钱少啊 选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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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了回忆了 我再调 我再调 调行吗 啊 我刚才在这个 我听到他那个笔 插上他的钱 好几年 哥 你去相信我 他怎么可能这么好 把这个钱让给你呢哥 洪雷哥自有判断 你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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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看是你的箱子吗 我看一眼是不是你的箱子 不是啊 摘千番呢 换过去的 换过去的 这次换一个表演方式 不过去的 我们就知道 紫涛 紫涛啊 紫涛 我这三千块钱 黄紫涛 你这也没多少 搭不了屏 结束 没有表演机会 来 开盲盒 我们发家了 就这么跟你们说 那咱看到什么数字都是 好 下一轮是怎么的 孙千祖来吧 我们 我选静姐和迅哥 看什么 把钱都给你 我把一个拿 你这里有钱吗 当然有 那就肯定肯定有 有多钱 你这里有钱吗 必须有 刚刚我们那个钱拿走开心吗 什么 你们哪个钱给拿着开心 我特别开心 我特别开心 哈哈哈哈 换我呢 帮我 好 第一轮结束 现在请美队派出另外一名队友出战 跟那姐姐的钱比较多 我感觉再继续胜利 想要再选就选 姐姐和娜姐 娜姐 娜姐你们先来吧 我们先来 行行行 你们挑 好 开始 娜姐这是什么表演套路 你管我们 我们现在要换 我喜欢大眼大眼睛的女生 静姐 我喜欢另外一个大眼睛的女生 娜可露露 静姐 你是你们那边角色的吧 是呢 什么都不换你的眼睛 你怎么恐惧 换吧 激我们 娜贾 我在我们这边也是管钱的 你觉得我在我这边是管钱的吗 肯定是红莱哥 红莱哥已经来换了 好几轮了 你就换这个球放弹了 我这边是红莱哥 你觉得你多还是静姐多 我多 我多 这我哪知道 好 那我换静姐 那我换静姐 这边unden子 好多 这个球浪 这个球浪 这球浪 这球浪 是这球浪 不好 我 我 我 他俩全部在那 那都是他俩的 哈哈 咋了 我俩 那姐是不是听徐志胜的策略了 我相信不是你的 那么另有其人 我就这么说吧 别 说了解 不测 我 我今天动脑了 你说我在听你的 子涛 你们组上场吧 陈涛俩 黄老师思考的 别打扰 选竞技 来 姐姐 来 来 那姐 这真是没有想到的 他 那姐跟你 涛涛你这是什么选择呀 我就知道 涛涛肯定看得上我 哎呦 好像生死熟绿的样子 好紧张啊 因为我是管我们那边的财政大权的 哎呀 这系有点太假了 这 就是你了 我拒绝 我换你这个 行 我已经没有拒绝机会了 别把我笔顺 那那这 那姐行动虚设呀 对 你把我交上来干什么 你自从你在 我摸一会儿也行呀 你你吃好一会儿也行 你把我家当什么了 这箱子早就没了 我是一个花瓶吗 算了 算了 我是一个花瓶没有内容吗 没人拿起来 将来不跟我交流 没事呢 你跟我交流呢 没事 没有 因为我感觉你那里面没人 那扎 你们组来吧 我来啥 来 姐 你的心太多了 你跟我先说一个 孙谦 那就孙谦 还有一个 许志胜吧 赶紧上 你现在可以拒绝吗 我现在可以 我还 我们还 你别拒绝了你那点钱 来 你越这样说越有 比钱多吗 不多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不是怕我吗 这次别怕了 你有多少钱 比五千多还是比五千少 比五千少 比五千少 对 好 这个 好 这个 接下来孙谦组上场 我要静姐 我啊 对 静姐和 只剩 你老定生 我没干 我没加点薄 你的盒子是谁的呀 我的呀 吴云成 那就是你 你等我坐下再决定好不好 有点不 我没加上 一直得不到这种 咱们拒绝 不能拒绝我 哎 静姐有钱吗 静姐有钱多 没有啊 有钱吧 没有 有 有 姐 我拒绝吧 你拒绝 我就要你的 不是 你要静姐的呀 静姐的 哎呀 你看习近平的那样 根本憋不住 你看 根本肯定你应该要他的呀 完了吗 你看你的手 一看就什么弄柴的 这 到我了是吗 这局是最后一轮交换了 谢叛尔 黄将军 我在这里呢 不是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的是赞助商 对 巧了 这就是从无底 像我们那样 从无到有 从有到墙 把自己做墙多大 最后一次你跟谁换的 腰平 宝宝 看着我宝宝 你叫我赞助商 是吗 我觉得她那里面钱绝对多 娜姐多不多 贵妃还不知道吗 把我叫出来 心里有数 我给你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一次拒绝的权利 你如果我们拒绝了 爸爸坐到那边去 好 来 姑姑 你这里面应该没什么东西吧 你别跟我换了 你不要那么紧张 我多紧张 我非常不紧张 你也是 你看着我 看着我 我也没法在你面前演戏 是 我在你面前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 那不是你不想的吗 是啊 我知道啊 那你先不会拒你自己的箱子了 那不见得 那你就拿回来 你拒娜娜她肯定要拒绝 吃拿久吻的感觉 真棒 娜姐 我就一个嘱托 拒绝的时候 稍微别那么干脆 给人留好尊严 想想咱们被人欺留的时候 来吧 娜姐 享受胜利的果实吧 来吧 好看 好看 太棒了 这可以 这挺肥的 挺肥的 挺肥的 我这 你看看 是不是 是不是挺肥的 肥 别输了游戏 别装了 现在笑容都僵住了 没了吧 现在请大家打开箱子 公布最终结果吧 我们拿最有钱这个组的 五千 五千跟我们 五百 五千五百 我们五首位了 一千七 你知道多少钱 一千七三百两千 两千 两千 来 我们完了 输了 一千五 五千 看好了 最大头 小心 亮瞎你们的眼 绝对亮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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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瞎你们的眼 绝对亮瞎 亮瞎你们的眼 绝对亮瞎 亮瞎你们的眼 还有什么天意 是比我们这两个灵更牛的 你能把这两个灵选到一块 我跟你说 这是一种技巧 策略 绝对策略 你真是太强了 你 我觉得你们俩中了头筹了 好 那我们也稍微展示点 来 来 三二一 别跪着 你说 这干啥 这是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舞贵妃 舞贵妃的 咱们all in 就要走的这种 对 心理战术的大东西 对 那本来 他们肯定觉得我很多 行 把我修 什么都看不光你的眼睛 你这么恐惧 那我换镜子 注意控制 表情管理 太吓人了 我给你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一次拒绝的权利 不行 来吧 娜姐 享受胜利的果实吧 恭喜娜姐跟知胜赢得胜利 那现在 我们就给第一名送上令牌吧 你走 你俩还真啊 一队不齐心啊 一家人马上就没有过吗 你看他一直不放手 好奇怪 你们当中 有岳家军的人从中作乱 本来有两条 关于岳家军的线索给到你们 但是岳家军在刚刚的挑战中 偷偷地完成了秘密任务 那就只能给你们一条线索 你拒 你拒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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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真的尽力了 尽力 来人 上线人 丙大人 我们找到了 偷遇乱子里的马车 然后经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车内有大量的拟点 还有一枚衣服的碎片 在车员上 我们发现了一道深浅不一的脚印 我们当场抓获了最有嫌疑的五名马夫 马夫抓到了 只有岳家军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马夫 你们需要根据现有的信息 找到真正的马夫 并且从他身上找到线索 好 来人 把马夫带上来 越南 快 快点 快走 快点 上好了 马夫哪个是真马夫 深浅不移的脚印 深浅不移肯定是受伤了 他最后走的时候就一脚伸一脚浅 但是他身上没有骨丁 没有骨丁 没有骨的碎片 他有点像 因为他脚那么泥 这个最特别 他俩有一样的东西 他最干净 然后脚最脏 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对吗 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分析是谁 就是那个跳 笑死 我还没分析你就笑死了 你都分析出来了 你还没分析 你真是说话怎么 我说我分析出来了 眼头摇的 我不摇这一回 姐姐你真的太像呆呆鸟了 你别说话了 我真的分析出来了 我真的分析出来了 你真的是呆呆鸟 我真的受不了 我做过姑姑了 你是什么 她是姑姑娘 这个象征的上面有柴草 因为马房里面一般都会有那种干草 你这里是你怎么来的呀 前几日小儿把烧了 着急趕回去 从山下滚了下来 小儿 你有孩子 我心里有什么 我觉得是她 我们先听听 其他人的想法 我们把嫌疑 这个时候是找嫌疑人的最佳食物 我跟你说 姐 选这个 相信我 她虽然很干净 但她一定打扮过 一个真正做过凶的人 她不可能带着泥土进来 静姐 你觉得是哪个 第二个 我跟你讲 为什么选第二个 来 快 闪开一点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然后呢 你看 你看那两个人有同样的东西 你看那两个人有同样的东西 这两个人也有同样的东西 只有她最特别 她完完全全特别的不得了 而且她眼睛这样的 好 这个是银子 那个是银子 同类哥 你觉得呢 第二个 为什么 一身一鲜 而且你知道马肤是很熟练的 被人被马蹄子踩脚这种事 要能干出来干什么马肤 你用 这事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她 为什么 因为她身上有甘草 然后她也有泥 她也受伤了 她所有星期都有 好 来问一下 不过我们是不是得举手 一个一个头这样比较 要不一个一个计数太难了 好 选第一个了 请举手 第一个肯定不是 第二个 举手 第三个 举手 第三个没有 第三个肯定不是 第四个也没有 最后一个 请举手 我要举 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一个 对 为什么 这个信息最全 我听你们说了 我最后来决定 你们还有一次投票机会 我就问你 谁会自己把自己搞得都包扎 然后暴露自己 太表面了 我就觉得 越表面的越有可能 那我最后选择了 我们也听了姚琴说的 这个马夫的身上 必须有这些甘草的东西 然后一声一浅 说明她受伤了 所以她那个脚上是有包扎的 还有一个我们在问她的过程中 我说你身上的这个灰是什么来的 她说她孩子发烧了 她赶着回家 所以她其实身上 她是有带着故事来的 然后其他几位呢 回答都比较简短 所以 我最后选择的是 第五位 我们是觉得 真 真 一定是要隐藏的 这种就猜得很好玩 我觉得 对吧 就没有那么明确的那种 既然人选出来了 赶紧让她把密信线交出来 东西交出来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看 那就是真的 秦桧 你这个老贼 你休想在我这里打听到消息 带密信 必天下人之脚 你毕竟医仇啊你 来人 把陶丫头带上来 我谁 她孩子 别动 我说 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密信 密信确实在我这里 我可以把她交给你 但是你要先把我的女儿给放了 你把密信交给她吗 这就是密信的线索 别别别别 怎么了 我帮你修女女儿 爹爹 你修军车马还未动 乌藏昆仑得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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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丫头 我们不怕 草民还有要事禀告 但此事只能载上一人知晓 给我给她拒学 去死吧 不 不 好 这 这怎么可能 爹爹 爹爹 我们都被秦桧这个老得给骗了 可能秦桧消失多日 就是去为了调查密信 我刚从岳家军同伴口中听闻 秦桧 可能一影多藏 说不定就藏于你们之中 那他今天设此大局 就会知道你们今天进行的每一步 哇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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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拉下去 孩子这 宰相早只有人要害他 早就有所防备 你们再经济设计 也没有逃开宰相大人的 将计就计和我的计中之子 还有半个时辰 宰相大人就要出发去丘陵渡 与金人会面了 密信就藏在古街 你们要赶在他去丘陵渡之前 找到密信 方能活下去 找不到密信 你们都得死 你们自行商议吧 找不到密信 我们都得死 秦桧在我们中间 秦桧 北雷在里边 秦桧 北雷在里边 太过分了 你们这些秦桧 几个 边缘 你怀疑我是秦桧 我是秦桧 你有可能 你现在在这个状态 我又是秦桧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我是 我是 我是岳家军 我这样说是因为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全部都要完蛋 我的任务就是皇帝派我来 看秦桧和金人到底有没有勾结 好 我支持你 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等我说完 秦桧也在这里面 我知道秦桧在这里面 所以我才说的 我希望你们是平民的人 请 皇帝 千万要跟着我 听我说 然后 如果不是平民的 是岳家军 然后请你们 证明你们是 跟我有街头暗号 麻烦你们跟我街头好吗 然后是平民的人 千万不要被他们带跑偏 真的 要不然半个小时以后 全不得死 那要这样吧 这样 我来证明 武贵飞是岳家军 我报了 你报什么了 我天哪 你们爱信不信 我证明他 武贵飞好 免礼吧 各位 今天请大家来 就是想告诉大家 作为岳家军 我们的上线张大 已经死了 和他一起的密信也丢了 所以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 找到这封 秦桧和金人勾搭的密信 一举搬倒秦桧 而且我现在有一个严重怀疑 是秦桧的人 我怀疑你就是秦桧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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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怀疑 我也觉得他是秦桧 我要成秦桧 我跟你说 我刚才说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后面 我转头看他的时候 他特别慌 然后整个脸红 还有没有岳家军 我报了 我报了 我报了哥 行了 秦桧都懵了 他身边怎么这么说岳家军 什么意思 你也是岳家军 我报了 他呢 他也是 但是我不觉得他是 但我不觉得你是哥 你这个报我觉得没有说服力 好可怕 姐姐 我再问他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岳家军一共有三个人 如果姐姐报了 我报了 洪雷哥报了 那就相当于我们三个是岳家军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从刚开始所有的线索指向 洪雷哥可能并不是岳家军 很爱信不信 好 我们现在岳家军和秦桧 我们快乐地一起去找密信吧 你觉得紫涛行吗 咱撒一块儿聊 可以啊 让他来 怎么说 你咬了我一口 那你觉得我俩是不是岳家军呢 静姐一定是岳家军 嗯 从那个刚开始的线索的药包 到最后是谁拿他的那把刀把人给杀了 所有的证据指向 都是跟你跟我跟志胜有关系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 我怀疑你是因为你从头到尾你没有做过岳家军的 所有的事情 而且所有的证据跟指向都没有指向过你那个人是你杀的 而且秦桧这个人和他身边上他们是知道一切的 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动机 我们所有要保护的东西和我们所有要做的任务 其实就是你们已经知道了 你说服不了我知道 你说服不了没关系 我只是自己在分析 但我会跟着我的这个理念继续走下去 你就算你自爆了我也一样怀疑你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只有自爆了之后岳家军不会打你 从而你还可以一直把我们岳家军杀光的同时 你拿到岳家军所有的线索 然后你带着平民把我们干掉 然后你就赢了 你是在套我们话还是 我没有套你话就是 你这个太奇怪了 你刚才又跟我说说 哥我相信你了 然后你现在又不相信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静姐一再你就不相信我了 我们仨其中有一个或者是两个 或者三个都不是岳家军 三个都不是没可能了 两个有可能 那么那俩为啥不跳出来呢 所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是 我有什么我说我相信 那你为什么在想的时候就能确定是我 行 那我刚才跟你聊的问题 咱们就先搁置吧 你认为静姐是肯定是岳家军吗 嗯 那你就把你的证物拿出来吧 什么证物 我们之间有暗号的 什么 岳家军 他给你做了暗号 他跟你说有暗号 完全自编 确实有的 武贵妃你还有个秘密任务 就是在别人都坐着的时候 站起来大笑一声 哇 太吓人了 就是一些动作神游的 你没有暗号 我没有暗号 那就完了吗 那你就是假的 你的暗号是什么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先问你呢 你看你有反问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的暗号是什么 那我得跟静姐单独对 那你单独对我出去了 好 你们俩单俩 不是姐你能不能从头到尾你理性 你捋你觉得我像不像 我告诉你暗号是什么 从我在我这个地方 我的暗号只有一个就是中 中字 我有一趴在他们跳舞的时候 我用头画了一个中 我的任务完成了 这就是岳家军的任务 一会儿你可以问洪雷哥有没有 但是你不要告诉他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他没有对 我们的暗号没有对 宝宝 我们所有的暗号都没有对 来 最后咱们对一下 你快 你总得对上我 你总得对上点东西吧 没关系 行 我没有暗号 你别快了 你快别忽悠那个贵妃姐姐了 我真的没有暗号 行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得走了 好 下把劲 我保护你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我不说了 我太可怕了 梓涛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太奇怪了 那我只问你 你觉得谁是咱们的人呢 除了他之外 我原来觉得小宅 现在呢 我觉得不是小宅 也不是梓涛 我觉得不像 那一会儿咱俩问问之声呗 走吧 出发 各位探员你们好 你们心心念念的密信 现在就藏在这里 现在 你们有半个时辰的时间 找到密信 在场地中散落着 有可以攻击的神秘武器 瓢 有可以反场的免死金牌 以及岳家军同伴 一路下的各种身份线索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 合理使用这些物品和信息 第一位使用免死金牌的人 需冷却二十分钟 密信之争 现在开始 走 密信在哪儿 兄弟 怎么说 走 走 来我站你这边 有武器我来扛我来扛 这儿 你记不记得那句暗语 乌藏昆仑 找昆仑 车马未动 那个谁应该是车 小翟咱们一块吧 现在谁也信任不了 那我值得相信你吗 你必须相信我 你必须相信我 你信小翟 他我信 这里边有啥吗 没有 这我觉得找不着的 这太多了 肯定没有这里面 不行 我们俩站在街上是不行的 对 我们 我们 觉得要去房间里 这都拉不开 全都拉不开的吗 这都是死的 这有一个 这里都是死的 还有别的房间吗 徐志生 咋了 咋了 小雅 咱们去去那个屋里 这是这个屋里 这里面有吗 我这里有 我这里有 等一下 先藏一下 没事 藏在咱里面 我先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 秦桐的爪牙不擅长歌舞 不擅长歌舞 你那个里面写的 我刚刚说的是 岳家军的容貌 令人印象深刻 岳家军的容貌 许志胜 岳家军的容貌 令人深刻 肯定是许志胜 你今天的身份是 岳家军 你的任务是找到 秦桐与金人来往的密信 岳家军 张泰 你有那个吗 不知客官所说何物 就是那个 免死金牌啊 这个在下确实不值 不过 在下在此摆成多年 也听到些小道消息 想必能够客官一併之力 在此之前 客官能帮小人来个忙吗 那没问题 您说 说大人想吃巧乐子冰烙 但我不知道大人 吃什么不所谓 我有听到大人最近独爱一款 叫做红柳巧巧的冰冷 您就送这款 最没错 原来是红柳巧巧 而且我听闻这红柳巧巧冰冷 十六果酱 酸甜可口 巧克力口感富富 我也来品尝品尝 好的大人 果然好吃 怪不得大人这么爱吃 大人 好 你也说好 帮你一个门 找地方去读 你 幸运 此作优手 为女性 去找我大哥 妹 曾谦 你知道我为什么相信你 愿意跟你说这些事情吗 因为我觉得你刚开始 你有两条线索 你没有当着大家的面 我是觉得你是在保护岳家军 是不是 是 是事儿 来 我就感觉你去岳家军 大哥 我这个有用 秦桧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 秦桧三个人 秦桧的左右手为女性 那就是其实有点像哪吒 行 他们分开别在一起 容易被人分开 有线索 猜着吧 可以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藏哪 他找到瓢了 谁找到瓢了 哪吒找到瓢了 从后面看到吗 你找到瓢了吗 没有 有线索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刚才问了具有线索吗 干嘛 请那个岳家军 怎么 你不说你是岳家军吗 你有瓢了 应该还没有了 那我应该还不至于被你现在干 咱俩一块走 我不跟你一块走 咱俩一块 不可能 我不跟你一起走 我跟你说这里面应该有 感觉 找到这个仔细的 一会就敲你脑瓜大哥 先把大哥脑瓜敲一下 先让你淘汰了 大哥 找不着着急了 疯狂嘲讽一波你 你不要这样子 不是 什么东西是瓢 瓢是什么样子 死了 太可疑了 绝对是个坏蛋 黄将军淘汰 免死金牌生效冷却二十分钟 他妈呀 他妈在敲了指示瓢 你不敲了 啊 红雷哥敲的 红雷哥绝对有问题 肯定是前会儿 快快快跑他了 黄子涛淘汰了吗 黄子涛被送红雷砸了 干掉了 黄子涛太可疑了 真的 对 黄子涛为什么可疑呢 他一直在挑衅我 是吗 对 林静你不要在大街上走 好 你被淘汰了 我的天 子涛被淘汰 亨利把他淘汰了 对啊 对啊 我肯定是好人的 刚才我们找到一个线索 还有两个是女生 赶紧 还有两个是女生 我的天哪 哪有票啊 是不是那个蓝鱼绿珠 他俩 不是 快找票 哪有啊 天哪 媳妇还有没有 媳妇我过来跟你说信息 那你离我远远远远远远 大家都远远 媳妇还有两个帮手 两个女的 两个女的 对 我要吓人了 两个女的 她跟我说的线索 有两个女的 我们打谁 我们打孔雷哥 去什么 我感觉是 你问孙芊呢 太可疑了 我找到一个 她有嫖了 有嫖了 因为刚才我问 纳扎姐 她说她没有嫖 但我看了 没有嫖 对 先打纳扎 那岳夏军还有谁呢 那她说秦桧的转牙 不擅长歌舞 纳扎姐她跳舞了 对 那可能是不是 姐 你也没跳舞 你肯定是好吧 你肯定是好的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好的 我不是好的 我这个找到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你看那个 那个露露找到了 马上就说她没找到 走吧 她的狗狗手是女性 她是不是有两个 这有两个女的 她和两个女的 对 对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 我跟智慧 我们也是 她追我来了 不是 我不是 谁 那呢 我不是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 太吓人了 那你追不干嘛 我给你说这个 你给我说啥 太可怕了 太吓人了 我跟你说 待会她如果追过来 我俩就牺牲了 要把智慧 智慧是岳家军 没这儿不用 她关键她就这么 明目张胆 明目张胆 红雷哥 红雷哥 你为什么杀黄子涛 我怕你 来 你过来 你到这儿看 你到这儿看 这儿我也有 快看 快看 给我 这个是我的 她的爪 她的爪牙不善跳舞 秦慧本人的 左右手为女性 那肯定不是你了 对吧 肯定不是我 不善歌舞 那黄子涛是什么 完了 打错了 那这打错了 应该是 那晴慧呢 晴慧就是 我可能就是徐志胜 我觉得有可能 王迅 最有可能就是王迅 第二就是徐志胜 这俩人 喂 喂 喂 那扎和洪雷哥在一块 谁啊 那扎和洪雷哥在一块 走吧 我觉得我们分开吧 好 还是他杀 那扎线那是用过来 姐 你有杀线上吗 绝对的 他俩正在密谋 刚才我过去 他俩也没嫖 你刚才不是有一个 什么线索吗 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了 她的那个 你那个纸呢 手上 手下是两个女的 我俩是一样的 我俩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首先啊 首先找到嫖子 然后我就说找到嫖子 就交给志胜 你俩尽量躲 你俩尽量 你们岳家军尽量躲 对 哇 这个太吓人了 孙悟雷 太 我现在全是含着呢 刚才娜娜那一下 把我吓着了 娜渣 你们千万不要靠近娜渣 孙天 你有线索吗 那个娜渣在和同一个街头 是吗 对 我刚才他俩在小巷子里边 我看见了 娜可露露找到了一个勺子 但她说没找到 娜姐有嫖吗 娜姐有嫖吗 娜姐有嫖 你们注意啊 谁谁谁 娜 现在有嫖 我有 娜姐 你把嫖给我们 我们就 你把嫖给之事 那别人伤害我怎么办 你咱们无所谓 咱们死了就死了 他们俩不能死 你身上有几个伤 我一个伤没有 你给她一个 她肯定是好的 她肯定是好的 岳家军的长相非同一般 对 你看她 值得信 你是不是值得信 我值得信 小心 这人是坏的你 你得给我们各位磕头 娜娜 你刚才跟红雷哥干啥呢 我跟红雷哥啥也没干 你是不是把嫖给他了 我没有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我也是 红雷哥 你看 那个王勋 那个迅哥他怀疑你 他说我把东西给你了 他肯定是坏的 他在带节奏 他那个宅肖文 已经被他洗脑了 你离那远一点 他怎么还给我转呢 你看 你看 他现在还在那里 我的天哪 迅哥你不要带节奏 我不是 我还带节奏 我亲眼看见 我还带节奏 天哪 孙芊你回来 孙芊你不要被他们骗 宅肖文 听我的你不要相信他们 孙芊 你不要被他们骗 你知道线索吗 我知道几个 你知道哪个线索 左右手为女的 还有他的爪牙 不善无的 你是吗 我肯定不是 我发誓 那你为什么找到了 说你没找到 我没有找到 那你的嫖呢 我的嫖给了红雷哥 为什么 就凭这一点 不善无的 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王迅绝对有问题 他现在在带节奏 他让所有人都怀疑 我和红雷哥是 红雷哥是好人 红雷哥杀错人了 我要找红雷哥 哥 迅哥他现在已经把所有人带节奏 说我们俩是一伙的 现在迅哥一直 然后所有人看到我都跑 连芊芊都快被洗脑了 然后他们就说我身上有嫖 然后他们说你的嫖呢 我只好说给你了 我身上也一起 你离他们远一点 好的 好的 一定要防守啊 小心王迅 不害怕 王迅百分之百他有问题 就你少带节奏了 就是你 你就是秦桧 开什么玩笑 你就是秦桧百分之百 那扎就是来扰乱我们军心的 那扎我跟你说 我刚才看你跟红雷哥在那接头 完了之后就来扰乱我们军心 不是 红雷哥他一定是觉得他打错人了 他现在很愧疚 真的 不可能 你凭什么这么相信他 因为他给了我线索 我们这早就有线索了 我们这都一堆线索了 我跟你说他就是 完了他现在还拉拢你们 因为他没有人帮他 不是拉拢 他本身就是 我感觉那扎应该是个好人 他应该是被带跑 他被带偏了 目前主街道出现两个柜子 柜中的木箱中放置了道具 有可能是嫖 有可能是免死金牌 也有可能是秦桧府暗卫 需要有三位嘉宾 在验证区域内才能开启 且只能开启其中一个 打开正确的柜子 即可获得神秘道具 都出去吧 我们可以开两个 走 是这个吗 需要三位级以上嘉宾 在验证区域内才能开启 洪雷哥来了 哪儿 打错了 紫涛我打错了 我这儿有一个信息 然后呢 吴贵飞你要看看这个 好吗 你看一下 我可以看吗 你去吧 我可以看吗 你去吧 你当然可以看 我看我看 我可以读出来吗 还是不让 你可以选择读也可以选不读 你不能把我撕了 不是 你为什么要撕了他呢 不是我拿不出来 别弄 静姐为什么要撕了他 有点干懵了给我 静姐为什么要撕了他 我没有要撕 我没有嫖 智盛 你单独过来一下 智盛 我不怪这个 我信任静姐 我跟你说 静姐肯定是好人 我跟你保证这一点 那你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 他不会跳舞 不会 他 我谁不会跳舞 我是姐姐 姐姐冠军 我不会跳舞 我怎么不会跳舞 冷却时间到 黄将军免死金牌生效 从此刻起 免死金牌使用 无需冷却时间 复活了 紫涛燕回来了 你回来了吗大哥 来来三弟 回来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二哥 我有一个瓢 有一个金牌 可能扒拉呀 我被嗨了一下 之前你怎么没出来包 我这是后来才有我的 我突然 那玩意儿谁知道呀 诶 娜姐 今天我们撒先把柜子开 那我们开柜子 我感觉开这边这个 这个吗 我们一起 有三个人以上 等一下 静姐 我跟你们一起开 我们三个人齐了 你们三个人齐了 对 那我就 我在这边 我可以参与他们吗 可以 三个人以上是吧 可以三个人以上 好 来吧 咱们一起 你们开哪个 开想开哪个就开哪个 我陪你们一起 行 好吧 但是他会抢你的瓢 那个黑衣人 如果有黑衣人 谁谁抢瓢 谁谁抢瓢 别动 别动 我说柜子里面 如果出现黑衣人的话 他会抢你的瓢 那我们开吧 有棉子已经爬给那姐 没有四个人 给那姐 那不行 为什么 你管 来 开吧 来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没有 来 你挡住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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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人 咋了 找到线索了吗 没有 你抖我们俩干吗 我看有人飞奔过来 我害怕 我心里阴影 秦桧带着一个爪牙前夫 在我们中间 我这有一个线索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秦桧带着一个爪牙前夫 在我们中间 不是两个吗 到底一个还两个 不对 左右手就是那个蓝玉绿珠 把岳家 你们当中有岳家军搏乱他们 对 是那两个人 不是我们之间的女的 是这样的 他的左右手是蓝玉和绿珠 但是他带了一个人混进来 洪雷和王迅中间 一定有一个是秦桧 直接先把洪雷哥蹭了 你去蹭 我们必须得做这个选择 如果对了就对了 错了的话 我们的目的就更明确 到底是谁了 行吧 就想让战斗激烈 找嫖了啊 来了一个真家伙 最好来了呀 嫖太少了 我想先干到哪个啊 你得想想怎么弄呢 只能找王迅拼命了 洪雷哥 洪雷哥 你到底是不是秦桧 我不是啊 不 你要不是 你这样 你把你的瓢给我们 对吧 我们保护你啊 你要不是的话 你一旦是秦桧怎么办啊 洪雷哥 你到底是不是秦桧 不 你要不是 你这样 你把你的瓢给我们 你一旦是秦桧怎么办啊 破 打完了吗 打到了 谁打谁啊 自身打我 自己打他 自立跑台 他现在打的东西是归我了是吗 秦桧死了 秦桧死了 我不是秦桧 可是你也不是岳家军 我就免死金牌 这是防身子 他怎么什么都有 孙丽免死金牌即可生效 走他有票 快走他还有一个票 他孙丽有票 他还有票 他有免死金牌 说实话今天有点过分了 他打啥东西 红雷哥你到底是不是 我是早打你了 他冒充岳家军 他其实是好人平民 所以我们不怕打 我们也没事 我可以一直盯着红雷哥 因为他把我打了也没关系的 不是 当前男又没票了 过来 我这儿有 拿去 他以为你没有了 拿好 徐志胜 你就躲在辣姐身后 走走走 我走了 朋友们 我来 红雷 你干吗 你吓人兮兮兮的跟大家 而且你手一直放在那个地方怪吓人的 是可吓人的 问题我已经被打一次了 徐志胜打我 你有两个票吗 他为什么打我 徐志胜打你很正常怀疑你啊 我刚才想把票给他了 然后他跑 你把票给徐志胜 因为我有没死金牌 我想把票给他 他还跑 但是你手一直揣在哪个地方怪吓人呢 那我不揣在这揣在哪呢 孙力 你怀疑谁是秦桧 我怀疑王迅 但是我现在开始真的怀疑智胜了 这算不是 他是岳家军 岳家军 你在旁边都有什么份 洪磊哥 你不要骗我 你快走吧 你快 你快过了 你为什么相信他不相信我们 你为什么相信逊哥 我没有相信他 我相信的是岳家军 好正啊 岳家军已经冒头了 那宁静你会跳舞吗 我会啊 你这个傻子 我是第一名啊 你真懂 姐能个善舞好吗 那两个不跳舞的女人是谁啊 他意思是今天没有跳 他就说今天没跳的 娜娜 你吧 我就觉得你太危险了 救命啊 救命啊 闪头飞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朱盛 你叫朱盛干吗 啊 朱盛你别打我 啊 你叫支撑干吗 你干吗啊 朱盛快来 啊 啊 别打我 你别打我 啊 你 你别打我 救命啊 朱盛 啊 你 你别打我 朱盛 朱盛快来 朱盛快来 我要去救她 在哪儿呢 哪儿 你 你别打我 朱盛 朱盛快来 朱盛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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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 小心 来 来 小杰 小心 过来过来 你过来 来 来 小杰 小心 小杰 快来 过来过来 你过来 让我先过 快跑 过来过来 你过来 让我先过 快跑 扣住你了 来 来 你打了他 我就打你 你打了他 我立马就打你 你打 先别动 不着急 不着急 行了 先行了 来 南姐 你放我后边来 先行了 先行了 你往后去 往后去 来 南姐 你放我后边来 对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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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对不起 完了 对不起 我以为 对不起 杨家军 岳家军 流忘了遗书 我对不起信任我的人 出卖了同伴 记住不要 相信同伴 相信同伴 不要相信同伴 不要相信同伴 周洪雷 快点快拥抱一下 终于一会儿了 咱俩什么时候一会儿了 已经被通知一会儿了 我们俩还真是一会儿了 你会叛面吗 保不齐吧 我怀疑你是因为 你从头到尾 你没有做过岳家军的 所有的事情 而且所有的证据跟指向 都没有指向过你 那个人是你杀的 而且秦桧这个人 和他身边人 他们是知道一切的 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动机 我们所有要保护的东西 你们已经知道了 你不能把我撕了吗 不是 我你 为什么要撕了他呢 不是 我拿不出来 别 嘿嘿 他不会跳舞 我谁不会跳舞 我是姐姐 那你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孙洪雷 不是 华的天 好 果然 我白天的怀疑是对的 我不瞧你一句 给你 真的假的 我不会瞧你的 成二八九 我必坚信我刚开始所有的判断 所以你还动摇吗姐 我不动摇 我是不是说用行动 我不是为了能看 如果他 我一老早我就 我就怀疑他了 怀疑我那个 当然了 真的 只不过我有点马后炮 但是我明天开始 我就必须要说出来 你必须得有进步 我有进步 你的进步 对 你必须得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 你不再是马后炮的那个境界 你是非常聪明的那个境界 你非常勇敢 其实你是最聪明的那个 我有进步 我有进步 我对不起 你必须得有进步 我有进步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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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孙力淘汰 我的天 我死了 完了 这事获胜了 啊 孙力淘汰 徐医生 请进 孙力淘汰 不能打卖 不能打卖 孙力淘汰 那游戏还继续吗 还没结束啊游戏 游戏还没结束吗 还没结束 你敲我干啥呀 先敲我去 敲个水军敲我干啥呀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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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你还看不出来 他敲我 他跟洪雷哥 洪雷哥一玩才敲我 肯定是你 肯定怎么可能是我 啥不是你 我就跟你道歉 你赶紧给我道歉吧 是吗 游戏继续吗 对不起疼了吧 我跟你说 赶紧哪吒 肯定不是我 那你敲我 简直敲我干什么 继续吗 继续 我本身上我不怀疑他 但是他刚刚突然开始带劫了 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坏的 我就觉得他有问题 他肯定有问题 多可怕 秦逊淘汰 秦逊淘汰 黄将军 我们分析一下吧 洪雷是秦桧吧 那就是剩一个助理了 洪雷和王逊中间 一定有一个是秦桧 但是现在两个都走的话 一定有一个他的助手还留着的 要不就是那吒 我说实话 我觉得像哪吒 因为其实那吒非常相信他说的话 因为他不跟我们抱招 他只相信孙丽 对 他只听他了 他来了 真的不是我 我好可怜 我真的不是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无条件相信那个孙丽 我觉得你如果你是好人 我觉得你可以先付出试一下 我不要 所以你们先怀疑我是吗 对 那行 那你们怀疑吧 那我去找孙丽 我觉得很有可能 他吧 我们再找一找那个秘信 最后把他挑了吧 行 秘信在哪儿啊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三分钟 秘信目前还未被找到 现在要找秘信了 有头绪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是吧 好难啊 这个游戏 我这边有 有一首诗给大家念念 好 什么昆仑 我马上叫谁来的 乌 什么 乌藏昆仑 乌藏昆仑 什么 赢将令 昆仑是什么意思啊 乌藏昆仑 昆仑 得将令 那是啥呀 随军车马还未动 不知道了 乌藏昆仑得将令 车里面 马夫对不对 车夫 那现在轮 只有这种有车轮啊 这里 这里吧 这里面 那个车夫 车夫就是在这里面 没有没有没有 屋内藏昆仑不是这个 在哪里啊 秘信在哪儿啊 秘信在哪儿啊 那我挑谁啊 我挑谁呢 关键师 时间到了 密信之争结束 请所有人回到 其实点集合 我拿个瓶有啥用啊 有啥用啊 回到七十点 那是谁是呀 现在还扑出迷离的 你俩怎么样 看他俩都害怕 全部打那招呀 没想到 关键师 他赢了 你看 这个游戏太疯了 已经完全懵了 这好人都能说 我不是 还在怀疑我 我都想配你 刚刚没配你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你肯定不是好人 我觉得 各位探员 本轮一共淘汰两位 分别是秦迅和孙丽 现在有人找到密信吗 是我 第一句是随军车马 还未动 然后乌藏昆仑得将命 那这中间有一个车 后面有一个轮 两个加起来就是车轮的轮 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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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车轮吗 是我 请你公布一下你的身份 我是平民 他是平民 我真的是平民 我没有骗你们 没有一个人像大姐 一个平民活得真的太像 我对你 我跟你那么真诚地说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 还有你 我跟你说真诚 你们一个个都怀疑我 子涛也是 亲姐你也怀疑我吗 有怀疑 我真的好 我刚刚都被孤立了 大家都不理我 观众朋友们 请看一下回放 我们为什么会孤立她 红雷哥 红雷哥 红雷哥哥 我的票给了红雷哥 红雷哥是好人 红雷哥杀错人了 红雷哥他一定是觉得他打错人了 他现在很愧疚 真的 我要找红雷哥 红雷哥你到底是不是 红雷哥你不要骗我 你快走吧 你快 我害怕 就是因为红雷哥然后 红雷哥你才厉害 你真厉害 我厉害什么 我厉害 你在自保 你肯定是自保 然后你踩了红雷哥 然后红雷哥真的是骗了我 对不对 你还没想清楚吗 他就是秦桧 你作为平民 现在可以把密信交给探员中 你认为最有可能是岳家军的人 我真是要我把红雷哥敲了 我给紫涛吧 还有判断能力的那是 这是你最聪明的一个 好 说我误会你了 那么我们现在揭晓 黄将军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岳家军 你今天的身份是岳家军 黄将军 你今天还有一个额外的秘密任务 就是在整场的游戏过程中 在其他探员未发现的情况下 用头写出京中报国的中字 需要写三次 本来呢 隐瞒是有三个现实 不过岳家军已经提前完成了隐藏任务 现在你们只有两个了 好 境界一定是岳家军 你这个时候的自爆就是非常的异常 就如果你不自爆的话 没有人会怀疑你 你还是知道的是 情味不只有一个人 那就相当于除了你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我必坚信我刚开始所有的判断 所以你还动摇吗 你必须得有境人 对不起 你必须得有进步 我有进步 在你们之间有真秦慧 以及他的找牙傀儡贾秦慧 接下来我们将还原电影中满江红的经典场景 拿到密信 并让贾秦慧上楼念出满江红 你们就完成任务了 肯定就是他俩 应该是他俩吧 贾秦慧 谁啊 我不是 我不是 你不是贾秦慧 我不是 就是你啊 如果今天是迅哥 你们都给我道歉 我不是 贾秦慧上楼 你快上去吧 好嘞 道歉 给我道歉 你哥都不相信我 我都说了那么多次 果然是他 对不对 他是我底 文文人 你小心一点 对 他走了 已经没有用了 一直拿着个勺 今天一下都没打 请真秦慧出列 哪吒 果然是你 哪吒 你干什么 因为你我被所有人怀疑 对不起 对不起 节目 今天我要设一个大局 把岳家军一网打尽 亲大人 才相果然高 就算岳家军再精于算计 他也逃不出您的将计旧计 各位 今天请大家来 就是想告诉大家 作为岳家军 他上线张大 已经死了 和他一起的密信也丢了 所以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 找到这封秦慧和金人勾搭的密信 一举扳倒秦慧 行啊 到时候我掩护您呗 我贵天 狗贼秦慧去死吧 我们都被秦慧这个老贼给骗了 我是岳家军 要这样吧 这样 我来证明武贵飞是岳家军 我报了 你们爱信不信 我证明他 你是在套我们话还是 我没有套你话 就是 你这个太奇怪了 你刚才又跟我说 哥 我相信你了 然后你现在又不相信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就是假的 你不 你总得对上你 你总得对上点东西吧 你快别忽悠那个贵妃姐姐了 梓涛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太奇怪了 黄迅 死了 太可疑了 红雷哥敲的 红雷哥绝对有问题 肯定是秦慧 这个太吓人了 孙红雷 不要相信同伴 不要相信同伴 孙红雷 完了 打错了 可行了 无回天之力了 我对不起 孙丽淘汰 秦逊淘汰 本会 道歉了 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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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怀疑那么久 你还骗我 你把我骗得团团转 还给我假线索 最后 贾勤慧上楼念出满江红 行 行了 我先上去了 行 大哥 红雷哥 我是贾勤慧 我是好人 贾勤慧是被他逼的 怒法冲冠 平澜处 潇潇雨些 台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三十公民陈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飞气 驾长车 踏破荷兰山郡 装炸 壮智�at 鲠鲍肉 孝坛可饮 匈奴鞋 把勘drive 离开 带从头 收拾旧山河 超天去 西餐葫芦肉 笑談可飲 匈奴邪 待從頭 收拾舊山河 朝天去 嗨 我是小巧 歡迎大家來到IP管理局 大哥 快大哥 大哥你走 大哥你走 你先走 大哥你先走 來來來 姐姐你坐這裡就行 姐姐你坐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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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沒有別的大哥和大姐了嗎 因為錄製的比較晚 明天有其他行程的嘉賓 都去機場趕飛機了 恭喜蒙炭家族們 拯救了滿江紅IP 今天也特別榮幸請來了 滿江紅劇組的演員 姚琴的扮演者 王嘉儀老師 以及藍玉和綠珠的扮演者 許靜雅老師 和蔣鵬宇老師 正是有了他們 才有了今天這一期的IP 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吧 大哥 大哥你來聊聊吧 我聊什麼 你聊聊就是地下 被殺完之後的感受 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就出局了 我知道 我在後面看到了 他怎麼死的 他就是在那說 兄弟們衝我們 我看我怎麼殺他 然後 我在那裡 對 我哥哥在那裡緊鑼密骨 他說 咱們這樣 你去這樣 你這樣 然後我自己犧牲了 好了兄弟們走 對 下局 因為我揭穿了紅雷哥 我揭穿紅雷哥 完了我只能挑釁他 很有型 所以你就在他面前 所以我被 然後我就被個得瑟 得瑟完了我就被挑了 就其實今天你知道我 其實我 我進步 我進步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大 反應我的媽 我就知道你會做這樣的反應 如果是這個收尾的話 我們就不聽了 那你既然知道我做要嘛 你就別說這麼噁心的話 是 你知道其實 一定要C到這個點嗎 你知道你們倆都不在 靜姐跟紅雷哥做採訪的時候 他紅雷哥非得把我拉緊去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三個一起採訪 對 那一點也是 然後我就從頭到尾給紅雷哥覆盤 他一直在逼問我的那種狀態 就是但凡其實我 而是第一季的那個心態的話 我其實說實話 我能自爆出來 就因為我已經被紅雷哥逼得 我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你知道嗎 但後來我還是非常有邏輯的 又跟他重複了一遍 我感覺靜姐其實心裡有答案 但他口頭上他沒告訴我 他承認我這個身份 我就非常的難受 你懂什麼意思嗎 以至於紅雷哥當時自爆完了之後 我就非常懷疑你的身份是什麼 沒有 我必須得承認 我確實沒有那麼聰明 我是有點懷疑你的 因為你七七都特別奇怪 你具體說的奇怪在哪了 你很奇怪 他每次都很奇怪 他能把好人演成壞人 每次這樣 這個倒是真正的 確實 所以我確實是沒有相信你 我智力就到這兒了 其實智力這個東西我不怪你 反正我覺得 你還怪別人呢 這個東西 我的媽呀 是真的 是真的 這個我承認 但是但確實紅雷那個 我早就懷疑他了 但你這個確實是 但這也很有進步了 對 我覺得今天玩的 真的呀 真的 因為你一直在跟紅雷哥 一步一步地在那錄那個 東西嘛 包括小片什麼的 要我我就信了 因為太密切了 嗯 對 那接下來還請岳家軍的三位 講述一下你們的作案手法吧 那咱們來覆盤一下我們的作案手法 啊 因為當時我與謝帕爾 就進到屋裡之後 其實我是帶著迷魂箱的 這個迷魂箱 放到竹台裡邊就能讓那個金人昏睡 昏睡一整晚 然後我就把它偷偷放到那個竹台裡 然後我就等他熟睡的時候 我從那個後窗的那個地方直接翻進去 直接拿著這把刀 然後 扎到了他的心臟裡 然後 因為他血 建了一地嘛 所以我就找到了那個手帕 我把地上的血跡全部都擦 是姚琴的手帕 對 然後我就丟到了地上 想要嫁活給其他的人 是他們的 對 所以我拿到密信之後 我就交給了張大 對 然後我確實是我在拖延時間 因為要不然的話 我沒有辦法把那個岳家軍送出去 掩護他們逃跑 所以我確實是找了藉口 說我跟金人聊天 然後那些對話確實是我編的 然後裡面有人給我對話 那個肯定也不是那個人 那時候已經死了 明白 但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跟我說 你為了保護岳家軍 沒有把那兩個消息告訴大家的時候 當時在現場 但我這個消息後期我給娜姐分享了 因為我覺得從頭到尾 我分析他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拼命 因為他們當時的目的不是要保護我們 他們當時要找出來那個殺人兇手 找出來怎麼殺的人 但到了後來秦桧出現之後 他們才要保護我們 其實目的是要隱藏住岳家軍 哪怕把我們KO了 就保護住岳家軍就能贏了 對 就能贏了 因為到 他是兩部分組成的 對 我有一個票是誰給我來著 我給他 我給他 我記得他是說 靜姐我看好你 你要勇敢 你要怎麼怎麼 然後我就特認真 就拿著這個東西 你打得特乾脆 又膽怯又勇敢 又堅強又害怕 那靜姐那個是真的是救命了 因為當時我和他對峙你知道嗎 對峙洪雷哥心裡還是很 但我這點我有點點不好意思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洪雷對我是放鬆的 所以我踩他那一瓢的時候 我說對不起 正兒八經 真的他 真的沒有想要 那個時候攻擊我 洪雷哥當時全注意力 都放在娜姐身上 真的 就想K他 真的 但是我確實沒有別的辦法 在後面襲擊他 對 但是挺不好的 你知道後面襲擊別人的 那種心情 就弄很 那個感覺很不好 但是我覺得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們幫好人贏得了這次 那倒是 那倒是 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 頒獎吧 這回 咱四個是不是又發進去 要也去哪兒了 這只有我們四個 感謝命運的時候 不是 給我一個 給你一個 你看我那是空大 那誰不要了 總共就啥 靖姐沒必要吧 什麼玩兒沒必要 靖姐我不是說 什麼什麼 她肢體還有在提高 這不行 我要拿金牌 好 金牌給你 我給你金牌 金牌給你 我倆印了一個銀牌 我看 我就給你金牌 你這麼高的智力 你讓給我 行 可以了 我讓給你了 你學會讓 就說明你比第一季有進步 第一季老是只會生 你終於學會讓了 所以我第一季 大哥還是好 有進步確實有進步 剛剛誇獎自己那一番 我們都聽進去了 很感動 我真的輸不了他們兩個人 但是中間說話沒有說過一次完整的 來 送上勳章 我來送 這一期靖姐 孫謙這個智盛他們發揮得非常好 所以接下來由我把金勳章 跟尹勳章頒發給這兩個 給他們三個 然後本人成功獲得了蒙炭第三季 第一季到第三季以來 最初級的一場MVP 我封給我自己的 太隨意了 太隨意了 你能說得好一點嗎 是 這樣感覺我們在中間 謝謝大哥 落了好大一個孔 拿了都有點心裡面不舒服 這是你最後一個了 為什麼 因為後面你們的MVP要發揮了 你發揮 就發揮在我一個人身上嗎 那我們恭喜黃子濤老師獲得MVP 謝謝大家 恭喜 恭喜太好了 謝謝大家 恭喜大哥 桌上有個重要的線索 是管理局丟失的寶物 謝謝你們找回了這個寶物 這個吧 這個寶物對於我們來說 意義非凡 哎呀 來來 哦 滿江紅 有請本期的精巧徽章獲得者 靖姐將本期的關鍵證據 滿江紅 怒發沖關誓詞卷軸 放在寶物盒中並簽名 封存到保險箱裡 姐你簽名 我們把這個金新章 銀新章上放過去 好 寸天和知晟都獲得銀匯章了 那我下一期就不是最後一個了 不是不是了 不是了不是 靖姐獲得金匯章 請 姐 姐 我姐這是畫了個符 我姐這是我 哈哈哈哈 這個滿江紅的卷軸 我們放到寶箱裡面 好的姐 好嘞 本期寶物最終將和一枚 巧樂資金巧徽章一起 作為禮物 送給我們蒙探探探案 第三季的網友 請大家關注蒙探探探 官方微博的活動哦 探案多滋味 喜歡沒道理 蒙探團的成員們 大家今天探辛苦了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 巧兵中的王者巧樂資 來一口 成為今天的探案王者 大家可以品嘗一下 今年的新口味 再給大家來個驚喜 吃完產品 別著急用棒籤 巧樂資還有紅包送給大家 即日起至10月31日 掃IP合作款 巧樂資棒籤上 或脆筒絲口內存為碼 百分百得現金 今天因為秦慧真人輸了 現在就有請子濤 來代為抽取懲罰盲盒吧 抽取的盲盒任務 需要在節目當期播出後完成 大哥啥也沒落走 輸了的蒙探嘉賓 玩憋笑挑戰遊戲 一分鐘內 忍住其他成員的鬥笑 發微博分享感受 好 來 一 二 三 蒙探家族 笑傲江湖 我們聯合微博發起了 蒙探第三季全網直播大會 野生導演招募活動 本期心願盲盒選取了 微博網友在節目抄畫 寫下的部分心願 感謝各位野生導演們的 大力支持 同時也讓我們一起期待 接下來的節目吧 你們有沒有幻想過 自己有一段甜甜蜜蜜 偶像劇般的戀愛 阿謹 你真是天才耶 江湖同學你好 我喜歡你 天魚 我是善君浩 請多包 這邊 這個天魚 原來你一直都在那兒 天花死人 我可以包裹你 好帥啊 希望我今天可以找到 真的與我相配的那個人 我們看鏡頭 太陽之星不見了啦 啊 你們之中 可能混入了別有用心的人喔 你啊 你爸爸失敗就是因為他 我能相信你 我能相信你 會不會擔心過氣啊 包文靜說你沒有還錢給餐 第二季 如果你選擇了我的話 接下來過來的每一個人 我希望你能拒絕 我比較想找 王小潔這樣子 你認為你是她 最喜歡的女孩嗎 我相信直樹 三個女的都找你 你是什麼鬼 信了十三個人 然後只有十二個人的信息 這是個局啊 他爸爸相親啊都在那兒 不要暴露啊 先不要暴露啊 不要逼我 不用說這些 我是不會上你們的盪的 孫洪雷一直在帶節奏 打他 打他 就是他 不要再見鏡靠近我 哎 幹嘛呀 這個問題 打他打他 你是來咱戀愛的 推理升級歡樂加倍 每週五十八點會員搶先看正片 每週六十二點蒙炭探探飯 會員專享蒙炭家族趣味飯局 每週六十八點探頭探腦來探案第三季 会员真想看暗日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整别人整是别人整我吧 同学放手 那你就是很有同学放手 我是岳家军 我来证明吴贵飞是岳家军 我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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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跳了那你是井 你为什么不跳 我的任务就是混小四天 脚混一手 我没辙了 我尽我最大努力了已经 智慎快来 智慎小心 过来 你过来 来我智慧 快跑 显形了 你往后去 完了 智慎获胜了 啊 智慎获胜 智慎获胜